《红楼梦》为何在清朝是禁书 您看了林黛玉是谁 不被禁才怪呢 书中的贾宝玉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家子弟 整天无所事事 最喜欢在女人队里玩 最讨厌的是四书五经 做事情没有分寸与理性 诠释小孩子的性格 这样的书怎么可能不是禁书呢 讨厌四书五经 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反叛的事情 在这个年代可以看作是思想解放 但是在那个年代 已经完全破坏了封建满朝的秩序 再说女主要林黛玉 更是不喜欢那些四书五经 只爱贾宝玉 不时之间还愿意吃个醋 而贾宝玉完全觉得林黛玉是非常优秀 在当时女人不能比男人强 但是贾宝玉总是说 女孩是水做的 男人是女人做的 这么说在当时是非常反叛的 当时的女性是非常被禁锢的 还愿意吃不下